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2年金秋十月 在洛杉矶的人爱医疗集团总部大厦 迎来了首届南加州医疗创新国际论坛 将近200位杰出的医师 科学家 企业家 医学院教授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精确健康 医疗保健中的人工智慧应用 以及远程医疗的现状和未来 为期两天的国际论坛 由南加玉山科技协会主办 得到了仁爱医疗集团总裁吴洪文博士 以及台湾国科会的大力支持 此次论坛为寻求美国和台湾之间 医学科学的交流合作 促进美国和台湾产业 以及学界间的对话与合作 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经过了这个COVID-19之后 每个人都深切地经过两年的冲击 那我们看到整个健康医疗 整个的 paradigm shift 那哪些是在这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而且对美国跟台湾都很大的影响呢 所以我们选了三个主题 一个就是precision health 另外是AI in healthcare 跟这个telium medicine 那我自己是做AI的 所以对这方面也非常地有兴趣 那最重要的是仁爱医院非常看这一次 当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他们有非常好的product 他们很有potential 然后他们就relatively mature 仁爱医院愿意open他们的door OK 他们有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院跟research lab 那希望能给这些台湾团队 或者说这边台湾人开的这些团队 能够有一些实验的创与 这样子的话 这些公司真正才能够在美国立足 用这个美国这么庞大的医疗系统 知道美国人需要什么东西 如果能够得到验证 勾述这个process 我想这是我们 这是希望很大 也是为什么会跟国歌会 让他们来赞助这个program 跟他们协办 因为我们觉得说是大家一起 从产业观学 这边有那么多学生 我们一起把这些事情好好做一下 这次非常高兴和玉山科技协会 一起来主办这一次的 叫做医疗创新大会 那么主要的是要提升年轻人 对于这个创业公司的能力 我们希望从医院的角度来帮助他们 另外我也在特别强调 希望这些新创的公司能够多了解一下 FDA最近才通过的一些它的这个叫做数位医疗的五项内容 那其中的 其实其中有三项就是今天的内容 就是要精准医疗 一个叫AI 另外一个就是叫做远距医疗 那另外还有两个就是叫做 就是穿载装置 还有一个是叫做 其实它也是讲精准医疗 所以我想如果能够用这个 FDA最近通过的这些方向 我们大家往这个发展 其实就是全世界或者是美国 在创新医疗的一个趋势 今天很荣幸我来到这个大会分享一下 我个人在对科学 还有能够加强这个创新 还有对于帮忙病人的这一个整合上 怎么去看我这个事业上整个的发展 从大的公司小的公司 然后到一直是一个创业家的一个概念 那也很高兴见到很多其他的创业家 跟科学家还有工程师 能够结合各方面的一个资源 跟一个network能够在一起 这个大会相当的有意义 代表着我们很多在南加州 或者甚至是加州在一起的这些人才 对于这些重要的话题的一个理念跟发展 能够结合在工程上面跟在生医方面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 这方面的结合能够真的才能够产生一些突破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跟这样的一个讨论 对于这个科学上 对于病人的好处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是一个非好的好的event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其实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有机会把南加州在生物医学的经营 尤其在这个所谓的精准医学 跟AI还有Telemedicine 这三个方向汇聚一堂 我们希望今有这次大会 我们可以带一起这些全世界 Top Ranking的科学和业务员 一起为全人类的福祉 一起做些努力 共同进一份力量 我们很期待在这些很重要的讨论 我们想想很深刻 如何带来科学和科学 和智能学习 和机械学 来考虑医学和病毒 一样的事情 我还想想在这些社区 我们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新闻的科学 和科学科学 和科学科学 来想想想健康医学 我们很高兴 台湾实际上 现在用了很多上台的 data sets 我们现在用了 中国的科学 想想想想不少 在美国的病毒 但世界上的病毒 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 来参与这样一个盛会 我很高兴能看到 业界和学界两方面的人士来进行一个交流 在演讲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的观众跟我们互动 然后甚至有一些业内行业的人士 来希望寻求未来进一步的合作 所以今天这个会议是非常的成功 今天我们做的研究是 要用你的擦人家的血 看说人家有甲章线的流的时候 里面到底有没有癌 我们希望有这个新的东西的话 以后人家就不需要在真次的甲章线 抽一点血就知道了 这是第一个SoCal Healthcare Innovation Symposium 它们是很高兴来这里 与很多认识的同学们 从其他社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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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会学习很多 然后我们有很多机会 为我们在未来的研究研究 我们殷切盼望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 医师 企业家 政治家们 能够更紧密地合作 尽早为攻克医学难关 为全人类的健康和幸福 继续做出积极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